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主播翔宇 来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受到冷空气 以及华南云气移出的影响 其实在北台湾 以及东半部云量都是比较偏多 而且大家今天应该是相当的降温有感 虽然中南部地区的影响 还没有明显的出现 白天的高温都还是有起来 在28 29度左右 但是在夜间 接下来就会开始明显的降温了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本周的气温都会是比较低的 受到了冷空气 华南云气的影响 云量是比较偏多的 北部会感受比较湿冷 在下半天底层的干空气 开始逐渐的移入 这时候就会转干了 在各地的空旷地区 就会紧接的受到了辐射冷却的作用 开始出现低温的机会了 这个容易在夜间到清晨的时候发生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来看到的是卫星云图 在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台湾目前受到强冷空气 这是来自于东北气风的影响 其实华南一带的云带 正在慢慢的冬移当中 在冬移的过程 使得中部以北 受到云量的遮蔽 高温都没有太明显的上去之外 高温也受到了东北气风的影响 白天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晴 南部地方受到了阳光的照射 高温都有回升 但是北部却是高温比较降低的状况 预估在今日的夜间受到了阳光 已经下山的关系 接下来东北气风的影响 就会在中南部地区有明显的有感了 今天的夜间气温就会下降 而且到了明日的清晨 受到了晴朗地区的辐射冷却作用起来之后 夜间的低温也会变得满低的 是相当有感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评估未来在周二之后 东北风再配合上华南云带移出之后 周三周四的天气会明显的转为干冷的形态 白天会露到阳光 但是夜间就会有辐射冷却作用 预估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在周五周六 东北部稍微出现一些震雨 在周日周一又会逐渐的转干了 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一波东北风影响的是相当明显 沿海附近的风数都是比较大的 中南部地区评估今至夜间也都会有降温的现象 后续在周五的下半天起 其实天气系统会逐渐的转干 底层的干空气就会移入了进来 接下来就会变成干冷的形态了 在干冷的形态就要留意到 空旷以及沿海地区都会有机会出现低温的情形 这种辐射冷却的现象 会使得部分单点的地区在中北部 有机会出现14到16度的低温 那在中南部也都是降温有感的 都会低于20度以下的低温出现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到 这一波冷空气造成的明显影响了 后续来看到降雨区域的模拟当中 可以看到其实降雨的预估 都会是比较偏向零星的 集中在山区以及迎风面的位置 那后续来讲的话 干空气移入之后 其实全台各地周三周四来讲的话 降雨的机会都是比较偏少的 但是降雨期会虽然偏少 冷空气的影响却是显著 白天虽然阳光照射 高温会稍微回升起来 但是夜间很明显的就下去了 而且其实冷空气的影响是在的 所以白天的日夜温差 反而比较不那么明显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到天气 很明显的转凉了 在北部的温度曲线可以看到 今天的日高温日低温 其实15度18度附近的徘徊 日夜之间的温差比较小一点 在周三周四逐渐转为晴朗之后 日夜温差就上来了 但是夜间的低温还是会低到15度 评估在周三周四的清晨 就是这一波最冷的时间点了 后续气温有稍微回升一点 但是下周有可能再下降 这个还有待后续的观察 在中部来讲的话 气温可以说周三周四的时间点 低温是这一波要特别留意的 晴朗的辐射冷却作用 在南部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低温都有机会跌破20度以下 请大家要留意到周三周四的清晨了 最近南部的夜间低温是比较明显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到了 最后来看到的是今晚明尘 评估今晚明尘的空气品质来讲的话 在云加南以及高频空品区 还是来到普通的等级 部分单点的空品会比较差一点 有机会来到橘色灯号 后续来讲的话 稍微有一些境外污染物的移入 因此北部的空气品质 会恢复到普通的等级 在中南部从中部 然后到云加南 以及高频地区的空品来讲 都会来到普通的等级 部分的单点会比较差 请大家要留意一下空气品质了 以上是今日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沱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一东方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ites 画面 永远